學生安全 公開信說暴力示威者違反了校規 犯下各種刑事罪行 但是校長從未公開批評 嚴正質疑校長 為什麼寧願犧牲專心學習的學生利益 也都要捍衛暴力示威者所謂的自由和民主呢 他們強烈敦促校長尊重內地生立場 保障基本權利和人身安全 無線電視記者先知報導 警務處署長陸慧聰